两岸小剧场艺术节 今年以LiveU Live为主题 强调腐蚀生活、点滴斗士戏 挑选两岸以反思生活的态度 并有票房口碑的两岸经典剧马 希望透过小剧场的及时感受 贴近一般观众的生活 这十出作品包括台湾创作社的 我为你押韵、情歌、动箭体剧团的台北诗人 狂想剧场作品寄居 差事剧团、新天堂酒馆 触及生死、居住、通俗文化等议题 大陆参与的剧马则有 三错旗剧团的九种时刻 网音工作室的未完待续 以及大陆巡演破白场的 鲜娜色饼、驴得水等 策展人尚安玄指出 两岸剧场导演关注的议题差异并不大 都与生活与社会议题息相关 希望透过今年的两岸小剧场艺术节 让观众有机会体验剧场 不可或缺的现场性 尚安玄说 两岸的导演他们关注的议题其实都很像 比如说像对于生命、对于死亡 然后或者是社会议题的关怀 就从这几个元素发现 其实它都跟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想说 用生活这样的概念 就是life your life 让现场这件事情进入到大家的生活 然后即时性、生活这件事情 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可以希望说藉由这样的机会 让更多从来没有走经过剧场的观众 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剧场艺术节 为期两个月的两岸小剧场艺术节 5月起从台北开跑 陆续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多功能转眼听 高雄博艺术特区正港小剧场 北京七七文创园区七七剧场登场 阳网节将中文 海北赛报导 《暗恋星》东山文知 word